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和老中青三代科学家 一起走进了清华校园 和学子们一起致敬两单一星精神 历史将由你们的热血和青春 一起来书写 5 4 3 0 1 起步 这个电视剧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又回到我50年前 那个火红的年代 这些演员演得非常细致 而且特别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 当时的环境 跟当时的这些讲话这些东西 太对上了 太真实了 我很感动 这草能吃吗 这个不是草 这是野菜 你别看到样子难看 做出来可香了 反映科技人员在原子弹研制公关的 用算盘啊 用这个手标计算机啊 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算出了中国核武器的理论设计 我觉得这一点给我感受非常深刻 因为需要计算的数据量太大了 给我们调了500多名大学生 他们现在负责最基础的 数据节点的计算和修正 判断我就挺澎湃 就在我一个工程物理系 相关专业的人心中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 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给我非常大的 这是精神上的一个冲击和激励吧 其实他们真的是舍弃了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不仅仅是优渥的生活吧 可能还有对于家庭的责任 对于自己原来生活的 一切一切的规划 一切一切的计划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吧 然后最后也成就了 他们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非常打斗我的一个地方 按照目前的条件来说 研究所研究的项目 只有疯子才相信会成功 而我恰巧就是这个疯子 我个人感觉是比较深的 我自己来到工务系 学这个专业 包括自己想从事的事业 都和一种宏大的背景 历史的叙事 有很强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 今天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 包括两战一战的那些前辈 这些清华的学长们 然后包括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我想可能它也是一脉相承的 核的很多的领域 尤其是现在的这种 国际竞争的这种环境下 尤其是核领域的很多技术 应该讲是买不来 对吧 那必须要 还是要传承我们的 两战一星艰苦奋斗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要去发扬这种精神 一点一点 自己很多东西要技术 要自己去发展 技术难关 要自己去功课 现在我想 其实核心技术的这种竞争 最核心的还是人 从现在我们科技发展的水平 包括我们现在学生 投身这个行业的这种志愿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讲 一直源源不断地 在给这个核的事业 在如同人才 一开始家里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机密 一些安全方面的事情的 一个专业 但是我觉得就是 事情都摆在那儿 一定是有人需要去做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时代 已经变了 我们也不可能像 也不会像很多年前 老一辈科学家们 所在的那样的坚固环境下 进行工作 所以我认为就是 我就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我想新时代的话 年轻人要开辟新的战场 我带着学生 他们有去做巨变的 大家常常开玩笑 50年都等不到巨变 但我想他们愿意投身 包括我自己 可能将来打算在太空领域 做抗辐射的核地理学平台 这也是在新的战场 所以我想可能 对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 新的两弹精神 就是在新的疆域 开疆拓土 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做一份贡献 我看到跟我同龄园的 这些大学生们 选择去为祖国的科研 作为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选择为祖国的科研 奉献自己的青春 去投身科研事业里面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感动 都是希望 今天还会让你来到这些大学生 不损呆 这些大学生 但是 MB的科研 是否有哪一位 那么这些大学生 能一个全力 是否有没有 还是对